哈喽 来同学我们继续看类题19 A等于B等于C的提醒 一种是给你整数的方式 这种整数的提醒 另外一个就会给你分数 那其实差别在于 你要再整理一次而已 其实就是再整理一次而已 好 这个提醒呢 2跟3跟4 其实我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同乘12倍 我同乘12倍之后呢 你知道这里会有一个6倍乘进来 12跟3约掉 这里会有一个4倍乘进来 12跟4约掉 这里会有一个3倍乘进来 好 所以我就可以写出了 第一个算式了 我把A跟B相等写出来 那6一起乘进去 64 24x加 30y 减掉6636 等于4倍进去 叫做8x加 28y减掉16 过来 B等于C B等于C 所以4倍乘进去 就叫做8个x 加上47 28y 减掉4416 也可以等于 会等于33 减9x 再加上 12y 好 这个写法 有人会这样教 那也有人会直接跟你讲说 就三乘过去 二乘过去 直接交叉相乘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三乘进去就一样嘛 呃 会会得到 3412x加5y 只是会跟我们的上面 少两倍的概念 会少两倍的概念 所以你也可以绿色的交叉相乘 或者是刚刚跟我一样的动作 全部同乘12倍 好 再来 一样就是整理 所以整理一下会得到x的部分 丢过去叫做24减8 16个x 然后呢 加上两个y 等于-36丢过去 -16加36 会等于 记着 再来下面 把9x -9x往左抛 会得到17个x 再来12y丢过去 会得到 加16y 加16个y 会等于 -16丢过去 会等于49 OK 一步一步做 然后就是多整理 整理一下 求细心了 那我把上面的这个式子 重乘个两倍 好 我先定义一下 这个第一式 这个叫第一式 这个叫第二式 OK 刚刚讲错 上面那个式子 应该是乘8倍才对 所以我把第一式 乘上8 好 我就可以得到 8乘16 叫做128个x 再加上16个y 等于120 这个叫做第三式 对不对 好 那第二式跟第三式相减吗 我们用第三式 去减掉第二式 做法都一样 都一样 128减掉17 会叫做111个x 16y减16y不见了 那120减49 会得到71 好 sorry 刚刚有一个地方 这个8乘以20倍 应该是160 然后我把它写成120了 所以今天8乘以20倍 这里是160 那160去减49 应该是111 因为刚刚算出来的答案 真的是太恐怖了 所以x多少 1嘛 对不对 160减49 111 所以x就算出1 那y的答案就等于多少 1你要带入123都可以 我们把它带入第14好了 所以得到16 我得到16 加上2个y 加上2个y 就等于20 所以y 心算一下就会等于2 所以x跟y 一个叫1 一个叫2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刚刚有停顿了一下 记得在这个地方 160 因为8倍 8乘以20是160 OK